自0708年iPhone和谷歌之一的出现后 iOS和安卓让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数优秀的软件游戏喷涌而出 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新时代手机游戏的风靡程度更是无人能敌 2010年愤怒的小鸟全平台下载量突破5000万 水果忍者甚至引发贴膜行业的爆火 席卷全球的手机游戏风头 甚至卷过了即将要推出的次时代掌机3DS和PSV 但在这个时间点 还有一个传言在游戏爱好者中炸开了锅 传言越传越广 2011年2月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随着索尼爱立信Xperia Play的发布 传言成真 能打电话的PSP 好像终于要实现了 索尼爱立信Xperia Play 名字太长了 咱们就讲唱它为索尼爱XP吧 好像名字长 也是索尼的一款风格 索尼爱XP整体的造型 依旧延续了Xperia系列这种圆滚滚的造型 正面上方有着索尼爱立信的logo 以及30万的前置摄像头 下方则是索尼爱特有的像笑脸一样的 圆弧状四大金刚按键 整个机身四周都有着弧形的处理 握持手感非常之好 就像一块肥皂 机身两侧都做了银色电镀 左侧是耳机接口和USB接口 而右侧则是音量大小和特有的LR肩键 亮银色电镀再配上钢琴烤漆工艺处理的黑色背板 高级感十足 背面除去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闪光灯 中间的Xperia logo和嵌入其中的索爱绿色小烟球 如同点睛之笔 让原本略像成本的机身灵动了起来 所爱的小烟球logo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不呼呼既然叫做PSP手机 自然还得有点不一样的 测滑打开后就能看到经典的水晶方向键和圈插框三角按键 还有着触摸板双虚拟摇杆 右下角是Select和Start 而左下角标志性的圈插框三角logo 更证明了它纯正的PlayStation血统 再加上还有一定建成的LR键 即便是在滑开后挺薄的这种情况下 整体的按键和握持手感依然是出奇的不错 你真的可以永远相信索尼的工业设计 而且在横向握持时 原来在侧面的充电接口和3.5毫米耳机孔 也都来到了底部 不会在打游戏的时候挡手 同样集中在这一侧的立体声双扬声器 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感受 索尼XP整体造型 非常像是索尼09年发布的PSP GO 但相比PSP GO不光能打电话 还能拆卸后盖更换电池 并且支持TF卡 而不是PSP GO令人诟病的MR卡 甚至还有一个挂声孔 可以挂我的小挂声 哈哈没想到吧 索尼XP的正面是一块4英寸 854×480分辨率的电容屏 性能上虽然CPU是单核 1GHz的高通MSM8255 但超频能力相当强悍 再搭配上512MB内存 和当时最新的安卓2.3系统 这样的硬件配置可比PSP强太多了 那它打游戏究竟怎么样呢 可以开测滑键盘 索尼XP就会直接进入一个 非常帅气的游戏选择界面 熟悉的动态壁纸 非常PSP的游戏选择界面 不仅按照游戏机的惯例 带来了几款首发护航大作 手柄支持也不错 是这有属于自己的独占游戏 李小龙 自带的PlayStation Pocket程序 还可以下载专属PS游戏 这个游戏阵容算是很豪华了 看到这里 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说了这么多 不是说PSP手机吗 我战神呢 怪物猎人呢 嗯 虽然索爱XP把掌机的气氛都做到这儿了 但官方宣称只完美支持PS1游戏 PSP游戏什么的真没有 仔细看了看 原来不是PSP疯 而是PS疯 不过当时市面上出现的PS模拟器 还存在着各种问题 XP上的可是官方PS模拟器 而且搭配摇杆和按键 皮焰非常不错 古惑狼 寄生前夜 生化危机3 玩起来丝斑顺滑 但也不是所有PS1游戏都支持 自带的PSPocket商店 一开始的游戏并不多 而且在智能手机市场 竞争十分激烈的2011年 年初单核 年底双核 明年四核的发展速度 让索爱XP的销量也不尽如人意 2011年8月 XDA一名大神在Express Play论坛上 发表了PS游戏测试的帖子 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完成PS游戏到XP的编译 理论上支持所有的PS游戏 帖子发布后就引起了巨大的讨论 激风XP论坛当时也搬运了这条帖子 一时热毒无量 没错 只要下载好Java平台 用XP手机出厂自带的古惑狼 游戏APK签名 进行重新读取 写入到其他PS游戏后 就能完美实现支持触摸版的PS游戏 在我一番折腾过后 这款并非原生支持的恶魔城X 月下夜响曲出现在PS Pocket上 背着可以完美运行 而这位发布帖子的大神 ID叫做伊凡露 这是当年破解Kindle的华人黑客 好像也是自伊凡露 让XP在模拟PS游戏上重换光彩后 涌现了一众爱好者和开发者投身其中 2012年PPSPP模拟器发布 这台手机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 真正的PSP Phone 在原生系统未超频的情况下 怪物猎人就可以跑到20多帧 一些充满爱的开发者 实现了玩家想要一台能打电话的PSP的愿望 而所爱XP的传奇还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各种模拟器 雨后春笋一般在手机平台上或移植或开发 逐渐兴起 2018年国内开发者又在XP上整合开发出 XP专用的怒吼游戏前端 让它成为了一部近乎完美的复古掌机 正是这些开发者和爱好者们 让一部已被时代淘汰的手机又有了新的意义 2020年怒吼前端的开发者们 又以此和全能模拟器为基础 开发了天马前端 整合了众多模拟器 每一款游戏都有精致的封面 文字介绍和动态展示 几乎可以说是最精致的模拟器整合 而它们的公众号至今依然叫做XP play 永恒的光辉 如今回看索尼爱立信XP play 在市场上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惨淡的销量让索尼在市场上的冒险一搏 暗淡收场 童年被索尼全资收购 虽然手机设计非常出色 但所谓的PSP手机 在掌机玩家看来空有其形 在手机用户看来又是噱头大于实用 而正是像一帆路等等 这样众多抱着极大热情的开发者们 给它再次注入了新的灵魂 是他们的努力 让本营销师在这个非速发展时代 洪流中的老旧电子设备 焕发了新的光彩 我没有那样的技术力 但我也想尽无所能的通过这条视频 通过这幅装表画 记录曾经那些有趣的产品 有趣的故事 记录那些热爱 记录那一刻永恒的光辉 年初双核 年初单核 年底双核 年初双核 年初 年初单核 年底双核 明年四核的发展速度 让它压了 年底双核 年初啊 年初